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在中国最著名的一个影视平台 叫做人人影视 正式的被关闭了 而且有相关的14个人被中国警方抓捕 这个人人网的平台用户超过800万人 叫做人人影视字幕组 发布了各类影视作品超过2万部 主要是全世界各地的一些电视剧电影 据新闻上说呢 上海警方历经三个月 缜密侦查 在山东 湖北 广西等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成功侦破了这家国家版权局 全国扫黄打飞办公室 公安部最高检四部委联合督办的 酒吧特大跨省侵犯影视作品著作全案 他抓捕了犯罪嫌疑人一共14个人 涉及了公司是三家公司 查获作案用的手机20部和电脑主机服务器12台 涉及金额1600余万 这个平台主要他们做的事情是在未经数作人的授权之下 通过境外的盗版论坛网站下载获取片源 以每部400块钱的报酬故人翻译压片后 上传至APP服务器向公众传播 并收取会员费广告费 像这样的盗取外国的一些影视剧进行翻译 然后传播的这样的平台其实有不少 这个人人影视他们发家啊最早出名是翻译曾经的这个很有名的叫生活大爆炸这个美剧 而据说它的创立者还是曾经在加拿大留学的一个华裔的留学生 我们在中国国内长大的或者是在国内生活的很多人在看美剧的时候 看的都是这些平台 这些字幕组他们翻译的 他们重新制作的这些美剧 因为他们可以翻墙 因为很多人普通人翻不了墙 不会翻墙 翻墙还得有成本 对吧 那么他们翻墙了 然后把这个影视作品拿到墙内来 再加上字幕免费的给大众来观看 可以说过去十几年来啊 很多很多的网民都是受惠于这个平台的这些人的行为的 可以看到这些美剧啊 其实也不光是美剧 还有日剧 还有动漫啊 等等等等 但是今天这个字幕组被端也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 这样的模式是再也运行不下去了 警方抓捕这些人封杀这个平台的理由就是侵权盗版 但是大家应该去深层就考虑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盗版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所谓的犯罪的行为呢 先不说这个行为是伴随着多少年轻人的成长 我们很多人都看过他们的节目 都是对他们充满了感激 可以说这就是市场的需求 有这样的需求 但是为什么这个供给并不是从正当的供给呢 正是因为在中国这是一个有防火墙的国家 它不是跟这个世界主流的文化接轨的一个国家 它是有层层受限的 这些海外的不管动漫啊 娱乐节目啊 这些电影啊 电视啊 在中国大陆 它很难通过正当的渠道去播放 因为它要经过层层的审查 就拿美剧来讲 最火的美剧 那基本上没有几个美剧真正的能够在中国大陆正式的去播放 因为这里边牵扯到很多广电总局 中宣部啊 看不惯的东西 不满意东西 不允许人民去接触的东西 所以说呢 就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正式的那种大平台 他们不敢引进这样的频道 而且费时费力 还不讨好 而且这个不光是成本高 在国内你播放 也是受到各种限制的 所以这些大的平台 什么爱奇艺啊 优酷啊 他们不太愿意去 这个引进这样的 这个非常火的电视剧 这些火的节目 那么他们就自己生产一些啊 这个可以说是质量参差不齐的国产剧 而且他们的这个会费也很多啊 各种各样的广告也很多 很讨厌的 那么人们就怎么办呢 有些人 当然他们有办法就可以翻墙啊 通过上netflix 或者是其他的渠道来获取这些电视剧 这些娱乐信息啊 或者是他YouTube啊 这个平台上面去看节目 那么有些人他们没有这样的渠道啊 或者不会不知道怎么通过 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可能不太会用这些技术手段来翻墙的 而这时候字幕组就填补了这个空白 给他们带来了墙外这些广阔的世界 所产生出的优秀的这些作品 而这么做啊 满足了人民的需求 而且他们还非常的勤劳辛苦 他们其实挣不到多少钱 你想一部电影里面才400人民币 你要从头老爷翻译一遍啊 听要写要翻译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这真的是劳苦钱可以说啊 而且大量的影视作品它是都是免费下载的 都是传播到处都是的 虽然这个人文影视 他们有后来发展成会员制了 但是你不是会员 你仍然可以看很多的电视剧 仍然看到很多的作品 所以说他们真的是良心的商家 良心的平台 这些人都是以年轻人为主的 他们也是热爱这份职业 把它当做一个职业来对待 但是很可惜 他们本身有很多的本领 而且非常的勤奋 但是很可惜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你做这样的事情 就可以被看作是在灰色地在游走 你就很有风险 你很可能会被这个社会主义铁拳所击中 但是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 许许多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 得到了这个精神的滋养 所以这14个人被抓了 这个平台被关闭之后 我们看到在这个微博上面 有很多的人留言 这个非常非常的痛惜 而且听到这个14个人被捕的消息 他们也是非常的伤心 点赞最多的这些留言 有人说 那给我们一个正版无删途径可好 因为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正版 都是有删减的 甚至连删减的都不给你提供 还有人就是说 支持人人无罪的麻烦点个赞 点赞有2万多人 还有说人家不是商业用途 你凭啥区分盗版 甚至还有人指出说 2018年的北京电影节 有些是未曾引进的电影 字幕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和我在人人看的一模一样 你都能供应 却说人人是盗版 这是双标狗 这个网友的评论 跟我在推特上发的一条评论 很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当时在推特上说的是 政府赚盗版的钱不是罪过 人民背着政府赚盗版的钱 才是罪过 什么意思 就是共产党政府 他是图去盗版别人 别的国家的一些技术 对吧 盗取一些知识产权 这个没事 这是国家行为 不算罪 但是人民 如果背着政府 私下得来赚钱 赚盗版的钱 就会被抓 这就典型的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还有说谁这么缺德 把这么一个良心网站 以所谓盗版的名义给关了 很愤怒 那些所谓的执法者 其实是一群什么东西 每个人心里都明白 这条消息在微博上 有7亿人来观看 这个新闻 讨论也非常的热烈 基本上是一面倒的 都在骂政府 都在骂执法者 这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人民的声音 就是不满意 这个政府 不仅在正规的渠道 进行层层的限制 封杀 即使不封杀 他也要删改 要打马赛克 那么有些人默默的 把这些视频 通过其他的渠道 呈现给大众 还被政府来追究责任 还被政府抓捕 被判刑 这个是激起了民愤的 可以说 有一个关于这些消息的新闻 底下讨论非常的热络 超过上万人来评论 最后微博上面写的是 抱歉 该内容暂时无法查看 你能看得出 这个新闻底下 有一万多人评论 但是却一条看不到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新闻的发布者 他怕他自己的账号被封 所以说他干脆 就是把这些一万多条留言 全部给隐藏了 这是很可能的 或者是这个平台 直接把这个一万多条隐藏了 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是惧怕人民的声音的 同时他还在伤害人民的自由 在限制人民的权利 甚至你连美剧 连日剧 连动漫 你都看不到 想看你都看不到 好不容易有人给你看到了 这个人可能还是要被收拾 被抓 这就是这个强国 所谓的强国 这个强不是强大的强 而是城墙的强 他用防火墙 把外界的一切都给拦住了 你上不了推特 上不了Facebook 上不了YouTube 上不了Netflix 就是你只能享受你的抗日神剧 你只能享受你的 CCTV的新闻联播 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 而且是越来越封闭的国家 怎么可能会越来越开放 它是现在跟国际主流的文化 跟互联网所代表的这种 互通有无的精神 没有障碍的这种精神 是背道而驰的 他今天鼓吹所谓的全球化 还开所谓的互联网大会 这是非常可笑的 是非常讽刺的 给我们感觉就是 一个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 勾喊人权口号 对吧 一个在互联网限制最多 封杀最多的国家 然后告诉我 他要开互联网大会 他是全世界互联网的巨头 是领头羊 这是不是很可笑 很多人说像Netflix 像YouTube这些频道 进不了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 就是中国的资本的力量 害怕竞争 因为说实话 Netflix进来了 亚马逊的Prime Video 他进来了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爱奇艺事了 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体验过的话 就会发现像爱奇艺优酷 这个体验跟美国的这些平台比起来 真是体验极差无比 广告多 你加了会员还有广告 然后速度也慢 再加上这些视频 这些节目的质量 也是差太远 就是这些平台如果进来的话 他们财大气粗的话 他们来投资各种各样的电视剧的话 真的没人会加什么爱奇艺 加什么优酷的会员了 但是我们再转念一想 这是不是资本的力量在阻碍欧美的资本进来 当然不是的 欧美资本进来 它会带动整个国内的这些平台 他们的在更加的开放 他们就更加的市场化 更加的有关注用户的体验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竞争的机制加强 而且是国际的竞争 它只会让市场更有利于消费者 甚至是更有利于这些竞争者的互相的竞争的同时 它其实也在互相的进步 并且淘汰一批非常垃圾的一些平台 或者是整天播什么主旋律的一些平台 没人看的话自然就被淘汰了 总之国内的资本并不是非常排斥海外的资本的 因为国内的这些资本 他们实际上也是依靠很多的 在美国上市 在香港上市 他们也是依靠外资的 所以说这个根本问题不是资本的问题 而是资本背后的权力的问题 就是公权力 国家政党 它来控制人民的思想 它来决定人民可以听到什么 可以看到什么 不能看到什么 所以这个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它是阻止这些西方的YouTube 推特这些平台进到中国来的 并不是害怕百度优酷这些平台 他们会被挤压 维持他们的垄断 这个不是目的 目的是要维持共产党在权力方面的垄断 这个才是根本 因为这些媒体进来之后 带来的不仅是资本 带来的不仅是竞争 带来的不仅是更有利于消费者 普通人民的产品 同时带来的还是不受制约的 可能会改变人民思想的 所谓的西方价值观 这个才是共产党 才是独裁体制最害怕的 所以说今天很多人认为 共产党经过过去的40年改革开放 它现在真的是开放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如果它真是个开放的国家的话 就不可能Netflix 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Netflix 它都是落地的 它都是可以提供给人民各种各样的电视剧 各种各样的节目的 并且投资制作一些当地的电视剧 这些国家都可以 为什么只有中国 朝鲜 叙利亚 就这么三四个国家是不行的 我们看Netflix的官方网站 它也是一个媒体制作平台 它在全球的部署 全世界 包括非洲这些小国 几乎全部都是有Netflix的服务的 只有大家看到很明显的中国 不在这个里边 还有就是朝鲜 还有一个克里米亚和叙利亚 为什么中国不允许有Netflix服务呢 因为它没法让Netflix进到中国来 它如果让Netflix进到中国来 它是不是生产的每个电视剧 这个平台上有成千上万的电视剧 它每个都要进行审查 每一个台词都要看一看 每一个画面它都要审查 对吧 它怎么进行下去呢 根本进行不下去的 所以说广电总局中宣部 是不会允许Netflix进来的 当然同时也不会允许 这个推特YouTube进来 因为它每句话都要审查的话 它没法审查 没有这个成本 没有这样的人力 去做每一条的筛查 我们看到了Netflix没有到的国家 真正的国家 不算克里米亚的话 就是三个 中国 朝鲜 叙利亚 请问跟朝鲜跟叙利亚 归为一类的国家 它能是一个繁荣自由 一个民主的国家吗 好歹连俄罗斯 连伊朗都是可以的 都没有进行审查的 但是在中国不行 很多人把过去改革放 这几十年的成绩 当做中国已经开放的一个标志 实际上并没有 过去的中国并不是真正的开放 它只是要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 包括给它培养人才 但是体制 共产党对中国的管控 没有任何的松懈 而且不仅没有松懈 它还要继续的加紧控制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从今天开始 可能中国人都要告别美剧 告别日剧 告别动漫了 告别这些 在全世界都可以自由的观看 人们都可以自由的去享受的 这些产品 被中国拒之门外 而且灰色地带 就是非正版的渠道 也要全面的进行封杀了 请问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边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今天从微博上面这么多留言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片骂声 一片怒气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 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的悲哀之处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